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經理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 是三菱的Fortis 那這款車台灣的話 是從07年到現在已經2020年 錄影今天的話是2020年5月 已經銷售了13年 那當然在外觀或者是在動力引擎之類 有小改款 可是基本上在避震器的架構 其實底盤都一樣 包含了現在最新的Grand Lancer 它的底盤其實也是跟這一世代的Fortis 都是共用的 前面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 三菱已經用了很久的這個多連桿 從一代的Lancer 93年開始就是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所以三菱的這個車格的大小 從93年 1993年到現在 本來都是走在還滿前面的 都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 並不是扭力量之類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車主其實 原先就改裝了好多好多的東西 輪胎鋁圈 還有前面煞車 後面煞車 還有避震器 包含了排氣管之類的 幾乎已經全部都已經改裝完了 那今天要替換的是 原來的避震器 也是改裝的 但已經損壞掉了 所以要換裝的版本 比較特別 不是道路版 今天要換裝的是 KT的競技版避震器 而且前面的話 為了要讓它的轉向更吸力 能夠做出比較適合 競技一點的Camper角度 所以前面上座是選擇魚眼上座 前面彈簧的話 是配置了8公斤 後方的話 一般道路版本 是配5公斤的胖胖的彈簧 改成競技版之後 就配的是7公斤 所以這台車 競技的設定 前面是8公斤 後方的話 是配7公斤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原來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也是還蠻知名的品牌 因為用久了 所以有一點損壞了 這樣這支的話 已經漏油漏得蠻嚴重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這不是它品質不好 因為已經用久了 這個是很正常的損壞 那這一個品牌Buddy的話 它也有含上座 而且上座的軸承是大顆的 這個都已經是全美代理的 所以這個品質的話 其實也都相當的不錯 像這我看一下日期 也用了大概4、5年了 所以這個品牌的品質也都相當的不錯 但是承受感的話 其實每一個品牌 都有每一個品牌的特色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自己自家KT的好了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 前方的話配置8公斤的 這個是有多火塞 後方的話是 這個應該是大四吧 那輪胎跟鋁圈是改裝的 這個是18吋的 225 40 18 這個鋁圈的J數應該也蠻大 所以有辦法把鋁圈撐得還蠻開的 前面的話也有改裝多火塞卡錢 所以基本上這台車幾乎都已經改裝完成到一個段落 那上座的部分比較特別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 上座你把鏡頭拉高 可以嗎 可以 好 這裡有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個上座 跟一般看的版本的強化上座是不同的 這裡有四顆螺絲 這裡有一個橢圓形的溝槽 這個溝槽就是可以調整它前輪Camper的角度 如果要比較近近一點點 Camper角度要做的幅度比較大的話 可以把四個螺絲把它拆掉 往這個方向推 它的Camper角度就會變得比較怕 這個是Summit的拉桿 還有這邊是進氣系統 這個是CarSpeed的加強點火的系統 所以改裝的東西也都還蠻豐富的 那儲擬的調整 是從上部的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裡有一顆KT的旋鈕 往順時針 這樣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軟硬的話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避震器的話 前面配8公斤的彈簧 所以今天的車高 車主的話 希望跟它原來裝的Body 是差不多一樣的高度 前面的話 大概不到2匙幅 後面的話大概1匙多一點點 所以也算還蠻低的 但是Fortis的話 就不建議降得太低 尤其是有改裝 這一束比較大的鋁圈 因為它的輪圖是有一個厚度的 所以有可能降得太低的話 有可能會去磨到這個葉子板 那這個是KT 一個新的Logo 這個是競技版的 我們競技版的 從4月開始就是用這個Logo來做辨識 那KT的產品會有一個保固書 這個保固書裡面會有 一個貼紙還有一張保卡 這個保卡會有一個流水號 這個流水號就可以 可以在KT的系統裡面 查到這台車是什麼車款 是競技的或道路的 或者是有什麼指定特殊的設定 所以可以從這組序號裡面來查得到 所以建議車友把這張保固卡把它收好 在KT的用料部分 像是這個是競技的 所以它的主泥油 一樣是使用IP的主泥油 可是它主泥油的濃稠度 是比一般道路板還更濃一點 然後裡面的活塞還有 這個阪門的話就是使用主泥 會比較大的競技的設定 所以競技版的除了貼紙的差異之外 彈簧的差異之外 裡面阪門的主泥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競技版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當然其他的零件就都一樣了 像這個有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有ABS的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固定器 這些固定的位置 就都跟原廠是做一樣的設計 那這台車後方的話 有一點比較特別的地方 如果後面要調整軟硬度的話 會比較麻煩 因為在這個後面避震器的內部 它是一個密封的結構 所以如果沒有做一個特殊的設計 需要調整後方軟硬的話 那就麻煩了 需要把整個避震器卸下來 才有辦法調整 但是KT的話為了這台車 我們設計了一個延長式的調整旋鈕 那從車裡面的延長調整旋鈕 就有辦法來調整後方的軟硬度 所以這個是對車友來說 還蠻方便的一個專車專用的設計 那後方的話 車主也有 車主也有改了一些多連桿 還有 還有這個是排氣管之類的 後方的 這個是一有板才有的 原廠的防晶桿 但防晶桿看不太出來有沒有改裝出的 好像也有改出的 加後加出的防晶桿 那這台車是禁忌的 所以後方的彈簧跟一般道路版的5公斤是不同的 這個版本是7公斤的 會比較硬一點點 那這台車 那這台車 它還是一樣 有辦法 原廠 有辦法調整竖角而已 Camper的角度 它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如果 車友 有要降低的幅度 比較多的話 跟之前經理介紹過的一樣 他建議 要改裝這一支的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因為它後輪降低之後 後輪有可能會變趴 那輪胎的內側 會磨耗的比較快 所以如果有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 就會建議要改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這一台 我看一下 你鏡頭不動 這裡 從另外一邊 可以喔 好 那你從另外一邊 看到嗎 放在哪裡 字頂 字頂 好我看到了 好 這樣會過曝嗎 應該不會 不會喔 好 好 漂亮喔 來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 避震器內部的結構 所以從這裡 就看不到它避震器上部 有辦法調整阻鈕的地方 所以我們拉了一個軟管 軟桿 拉上來在這裡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軟硬度 就不需要再把避震器 整個都拆卸下來 所以這個是KT 為了Fortis這個車系 所專用的設計 好 好 那這一款車 我們在 中部的話 有專 一樣的車款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如果鏡頭前的車友 剛好是開相同車系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預約 來試乘看看KT的產品 如果覺得試乘時候有滿意 再來考慮KT的產品就好了 那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好熱喔